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10月9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繼續來到星期三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 香港還有中國大陸 的經濟話題 今天也來到 第9月初七的農曆年 還有兩天 就是 重陽節 先來跟大家揭露財經的最新情況 這個節目不是Live的 所以會有滯後 不過這一節正在錄音的時候 香港的恆生指數今天10月9日開始了 又再 下跌的 雖然今天還沒有下跌 下跌 是接近300點 過去五天 是總共下跌了1800點 即是說 過去的一個星期 中國大陸說要救市 的升幅 差不多徹底 從昨天開始 已經被全部中和了 同一時間看回上證 上證 也是 不似預期的 今天已經 開始 有大量獲利回吐 今天跌著184點 跌著5% 深圳的情況也差不多了 深圳跌了257點 跌了大概是6% 坦白說 當初我們預計是中國大陸出大招 沒想過 那麼快就收皮了 你玩玩玩玩玩 最低限度國家全力出招 都玩回一頭半個月了 結果 就是一個星期就差不多 徹底收皮了 結果 是發改委公佈的所謂大招 並沒有 市場預期的好消息出台 結果 股市應聲崩盤 昨天 恆生指數更加是斷崖息下跌 差不多 可以說得上是一次小型股災 因為跌超過2000點 恆子是2萬多點 就是說差不多是接近10% 相當之 恐怖 簡直是一次小型股災 看看各大的所謂股票專家 基本上徹底 是靠害的 筆點名 批評了 不少更加 對 中國內地救市極度樂觀 樂觀到 是一個 離奇的地步 雖然 我和Tony 都覺得如果中國大陸出大招 應該可以玩回一段時間 但是 似乎 戰鬥力 徹底不似如期 他們似乎 被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你救市是沒得流力的 你救 要不就不救 你救救一下 是否夠不夠 是不可以這樣量化的 跟你救人差不多 你去到災區 你不可以 說我這次留下半條繩 不拋整條繩給你了 當然不行啦 你要救 你就麻煩你 專心去救 現在中國大陸 就是說我要留下一次 不知道是甚麼時候再用的 就拋繩出去救 這條繩 說要留下一次再用 所以就剪了一半 你說這樣能夠不夠人呢 就是說其實現在中國內地的那些官員根本完全不知道到底經濟 還有如果你救股市是要怎麼救的 你救股市是不可以中途縮沙的 你一縮就沒有了 結果 昨天近乎是爆發股災 就是這個原因 是因為 大家知道 救股市收皮了 不要忘記呀 誰都知道中國內地的實體經濟有多差 為甚麼仍然會有大量的人去衝擊 投資呢 就是因為是一個投機的機會來的 並不是因為 是看好你的潛力呀 所以說 誰都知道 這個是最後一轉來的 就算不是最後那一轉 也可能是最後那幾轉的事 所以 我也跟大家說要觀望一段時間 除非看到 是站穩陣腳 現在連21,000點也站不穩 一口氣跌穿了 是近日 那個谷底的 升了五天 最低點一下向下突破了 從技術走勢來講 是相當之惡劣的情況 而事實上的宏觀因素 就是所謂中國大陸的舊市政策 這次的市 從頭到尾都是跟中國大陸的招式有關 既然已經確認了你的舊市招式是廢招 即是說這次就已經 不會再有得玩的了 再下一次就要有新東西 但是 這次那麼多人 辜負了多少人的期望呀 尤其是中國內地 那些人說要躺身 是賣樓啊 跳樓價賣樓 跟著去入市 現在就不用跳樓價了 因為真的可以跳樓 香港那些叫做不負責任的 一美唱好的專家 更加敢跟你說 恆子 要去到四萬點 結果就是爆發 股災更加 昨天暴跌是 2172點 而且更加成交創了紀錄 所以 跌市大成交 市是救不上的 這個幾乎 是所有 股市的常識來的 我知道近年 不是說近年 近日 多了很多人看到一個市星 就想走去 買股票 很多都是新手來的 過去十幾年根本都沒有買過股票 所以 隨時就是會選手爛腳的 不過這次當買個教訓 這次小駐移情 起碼你看穿了一件事 就是中國大陸 是舊市都爛尾的 徹底符合習近平 一貫做法 不過實在太離譜了 我沒有想過舊市 短得那麼加關的 還想著 可能 是炒轉的 竟然現在就已經崩入盤了 結果就糟糕了 結果有大量的藍絲 以為 救得回了 包括快老湯 非常著弱的這兩個星期 好像 就是自己 明明說錯了 99樣 以為自己說一下 終於說中了一樣 打了飛機 出了文章 興奮不夠一個星期 現在就快要收皮了 更加導致大量的藍絲入市 全部中招 今天有不少藍絲 以我所知 就是想著為樓價跌得那麼厲害 抽一點錢出來 在股市撿回多少 幫補一下 結果現在 隨時 被一個浪蓋死 左一巴右一巴 就是這個情況 上個星期有大量的藍絲出來說 倒聚莊北京也沒有放棄過香港 說香港的金融中心要保住 不好意思 昨天恆生指數已經告訴你了 他沒有打算 要保住香港 中國內地打算炒A股 只不過市場錢多 所以衝勁大陸市場 會被擠起 所以 就是 趁 11黃金週假期 來炒港股 導致 香港股市升了好幾天 大陸開市立即打回原形 而這個救市神話也 短短兩個星期就徹底 接近完全被終結了 徹底符合 習近平的一貫做法 往後 到底後事如何呢 現在 北京 政治立場就改變了 決定要大搞 經濟 但是那個救市 救救一下就是沒有蹤影的 就是跟用繩索救人一樣 拋了半條繩出去 說留下一次 另外一半條繩 這樣救人是救不到的 救市 也是一樣 救市的意思是有很多人 在坐艇 要你救的嘛 如果你不是真的接貨 其實 其實呢 轉頭又滲下來 很多人就是建基於財富效應 才會消費的 如果現在 不單止財富賺不到 還要 剛剛這兩個星期選手爛腳 誰 去振興 本地經濟呢 這次更加是 所有的媒體 尤其是藍媒 差不多 是來個大合奏的 打算要一波來個翻身 好了 我們都跟大家說要審慎的了 因為我們都相當之 覺得 雖然應該會有一轉玩一下的 但是呢 應該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無疾而終收皮的 結果 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那麼快就收皮的 還打算 是國慶之後 放完一個星期了 最低限度也玩回一個星期了 玩了半天也不夠 香港就崩了盤了 整體來說 講回一個 合理一點的分析 如果沒有任何政策 幫助的話 基本上所有基本因素 中國大陸都是差得不得了的 所以 根本 就不可能 是可以繼續上升 而政府 推出所謂大招的最根本原因 也當然跟實力有關 如果本身也沒有錢 怎麼托著的事 所以 也是沒有足夠的招式 去頂住的 既然沒有國家隊參與 那就是現在 叫做曲中人散的 沒辦法了 唯有奉勸各位 雕吊幻想 預備繼續上班 根據我們的 香港線人 報料 說上星期 真的很多人忽然之間 覺得重返 如此撈飯的日子 連叫外賣 也叫了不少 是貴價的海鮮 這個星期就玩完了 下一節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另一個更加大鑊的市場 我們今節暫時說到這裏 請請各位做好支持六部曲 想我們繼續跟大家緊貼事事 大家就要緊守自己的崗位 記得幫忙做 打開我們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上手動點擊 我們今節時間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 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